要階層,如果你不知道,你Google一下 Google裡面,它就會有一個 那個維基百科吧,階層 裡面就有啦,其實這個維基百科你點下來,其實簡單講講就是一個圖嘛 就是如果你的5的 這個驚嘆號,5階層其實就是 把自己乘上比他小1 在小1一直到1為止,所以一直乘 如果說我要把這個寫成 什麼呢?寫成那個 層次的話,基本上如果把它轉換一下,基本上我們就可以 假設我們根據那個題目他要的,就是 比如說他這邊題目是要我們做 15的階層,那15的階層如果今天 我輸入之後 能夠讓他組成,那實際上這個 15的階層實際上就是等於什麼? 等於他自己本身 一直乘,乘到14 再乘到13 一直乘上,乘到1 不過其實乘1可以不用乘啦 為什麼?因為乘1結果還不一樣 那個數字乘1結果都一樣 所以呢 基本上那你要怎麼樣剛好可以跑出這樣的結果,所以你可以想一下 如果我先跑回去 所以那要輸入嘛 所以A 所以你會跟剛剛一樣,A等於 Int Input 把Input的東西丟給A 如果是15的話 OK 那接下來的話,一樣要跑回去 一樣會有個Answer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層次的結構 跟剛剛還蠻像的 所以你甚至可以把剛剛寫的東西貼過來 那我們假設 我這邊是用另外的變數 或者你可以用 乾脆用一樣的好了 不然的話這樣 如果以後這個變數名稱呢 你可以自己取 因為那個階層 的縮寫 是FA 所以我就直接 假設啦 我們全部都改一樣好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預設值 這邊的話 輸入0 接1跟0 OK 那我們初始值都設為一樣 所以跟剛剛一樣是 輸入一個詞之後 然後 得到了結果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 所以 For i in range 那這個range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從 這個自己本身 假設是15的話 然後一直往 往後 一直到1為止 所以我們1的後一個就 0 記得那個階層是越來越 就是那個數字是越來越小 那我們怎麼樣呢 把這個詞 用什麼 把這邊一定要用 0的話 0乘上自己本身 還是0 所以這邊的話 記得一定要 初始值這邊可能要改一下 一定要是1 如果你用0的話 那最後結果就0 OK 那也就是如果今天輸入15之後 那15乘上1 先把它儲存起來 再來的話呢 換成14 14變成乘上15 再把它儲存起來 再來就是 13一直到1為止 那我們得到結果之後的話 把它這個結果給輸出 大概是這樣子 不過其實呢 如果你今天 假如 你不要越來越少了 其實你 越來越多 你從1 1到a 加1 然後後面的話 不用step 其實我 這樣結果也不一樣 對一樣嘛 反正越來越多 不一樣 只是 順序不一樣而已 所以你剛剛 越來越少 跟越來越多 其實結果是一樣的 我們來試一下 執行一下 OK 所以這邊 假設輸入15 Enter 如果得到的是那個 跟 這個底下看到的結果 一樣的話 那表示這樣就OK了 那未來 你們就是假設考試的時候 他會給你的題目 你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 你把它存檔 存檔之後呢 當然 將來會有個系統 那個系統按下去 你就把那個檔案的位置給他 他就傳上去 馬上他在 雲端上就幫你評分 那確定是紅燈還綠燈 如果是綠燈 那你就可以做下一題 如果是紅燈 那你就再check一下 看看你的城市裡面 有沒有什麼地方 不OK 理論上 印象中最多發生狀況的 都是那個空白 其他好像都OK 如果這個地方 假設你run出來 結果 是一樣的 我印象中 好像都沒什麼 出什麼問題 會有問題的 大部分都是那個 你最後那個 像前幾類的 有沒有 那個 那個空白 少一個 多一個 都不行 大概是這樣 畫面先給各位試一下 306級 階層的部分 那306做完之後的話 可以看他308 回圈位的 位數的加總 有分離開 對 有分別的 過程